大家好 我是毓民 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 对MyRadio不离不弃的朋友 没有你们的支持 MyRadio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 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 继续支持MyRadio MyRadio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 除了毓民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 我们也在制作一些新的节目 不久之后将会退出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 新订户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去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这是对MyRadio的支持 令到我们的声音无缘忽戒 第二就是付费支持 你可以通过交月费 或者加入Patreon做会员 你也可以支持MyRadio 天涯若備论 MyRadio继续发声 今天的词曲 李宗友 现在台湾那里 万一现在习近平乘住以色列又亂 乌克兰又亂 乘机在那搞台湾多些军事威胁 不过这个时间就不会的 因為免得了民進黨 他計算他的數字 你現在又升高了軍事威脅的話 明年的選舉 民進黨就坐定塌陸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民進黨正在贏了 你有沒有軍事威脅 你嚇不嚇他 你說我不想在選舉裡面 被人覺得我在操作 民進黨很擅長搞選舉 他歡迎你搞些 歡迎你現在哭打哭殺 他還爽了 但你沒有他現在也贏了 好像最近宣布那個 放了那個王立強 2020年選舉 搞了人家幾年 說他是間諜特務 現在沒有得起訴 是嗎 就是不用負責的 我告訴你他們這些 要不要負責 是嗎 我覺得全世界民主政治裡面 整個台灣來說 可以是民主政治 最惡質的一個示範 就不是蔡英文說那個 民主燈塔 是嗎 這些是打飛機的時候 這些是打飛機的時候說的 OK 最惡質的民主政治 在台灣外 告訴大家 是嗎 不用負責的 那時候搞得 說真的一樣 海國語 這些這些間諜 幫他 共產黨支持他選舉 你看他入中聯辦 就是了 多了二百多萬票 搞定了他 就是這樣 然後那八年 大家找到盤滿盤滿了 貪污腐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 比陳水扁時代 又過之而無不及 陳水扁那個貪污 是他的家族貪污 和少數其他民進黨人的貪污 但是蔡英文這八年 就是集體貪污 就是詐騙集團 基本上就是 你最惡質的民主政治 就是這裏 但是沒所謂 人民投票選了出來 明年也是他贏 我現在告訴你 百分之一百 沒得想 你國民黨已經入了ICU 有個朱立倫 你國民黨就入了ICU 現在在扯蝦 你會不會看到有一個政黨 比像國民黨的壞 你現在對手是柯文哲 你現在求他跟你聯合 你是不是瘋了 你說 他有什麼 他現在只把嘴 什麼都沒有 那個勢就做出來了 你現在要求他 沒眼看 講回這裏 越徹越遠 現在 整個世界 綠綠亂 我自己覺得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剛才我講的 孫宗山那個說法 是吧 政客搗亂 是吧 那些武人 就在這裏 似著有 軍事的力量 是吧 在搞事 但是你美國 你幫到什麼呢 老實說 是吧 你在阿富汗 你有什麼好處 到最後就是 倉皇 就是離開這個阿富汗 拜登做這四年總統 最失敗的就是 這個撤出阿富汗那一項 真是噁心得沒有人有 是吧 我們是用常識的 我沒有什麼微言大義的 是吧 但是偶爾也有些微言大義的 你看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 是吧 亂到不堪 是吧 那些人又會寫文章 什麼 新秩序舊秩序 現在美國主導不了 可能輪到中國 中國 中國 他是想 是吧 他現在整天都在拼謀 是吧 我們看回上一個世紀 上一個世紀的 天下大世 就是以色形態在那裡搞的 就是你帝國主義 就產生了兩樣東西 當時在十八世紀 帝國主義 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 一個就是資本主義 一個就是觸犯了民族主義 因為你是帝國主義 觸犯了民族主義 你帝國主義是對外的 你侵略別人 你觸犯了 有些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 另外一方面 亦觸發了資本主義的產生 在工業革命之後 到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意識形態在背後 然後馬克思就搞了你資本主義 於是就出現社會主義 有意識形態的鬥爭 帝國主義就產生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他沒有必然的衝突 但是結果又產生了 法西斯、納粹 那些極端的國家主義 那與民主政治有一個衝突 所以在上一個世紀 二十世紀上半期 基本上就是法西斯、納粹 和民主政治的抗衡 到了下半期 就是共產主義 布爾什維克 這種極右、極左 又極右 和民主政治的抗衡 變成極左和民主政治的抗衡 這個就是上一世紀的下半期 到了九零年代 好了 這個蘇東波 這個蘇聯瓦解 整個共產陣型 分崩離戚 石果謹泉 就是那幾個共產主義國家 一個北韓、一個中國 越南 就是這幾個 古巴 這些都沒有什麼用了 最惡的是中國 但是它是不是共產主義 當然不是 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 就是共產黨的資本主義 共產黨最有錢 所以到上一世紀下半期 那個冷戰結束之後 又另一個新的局面 就是現在這個局面 一樣是天下大亂 又是野心的政客 軍事 搞到整個世界 禍亂相沉 就是歷史 有時候我們說 應該是進步 一條直線 不是的 有時候它是倒退的 民主政治也是倒退的 現在 美國也是一個扮 美國已經是一個民主政治最好的樣板 英國我自己比較 如果你問我 我認為英國的民主政治 是比美國好 當然美國 它那個自我完善的能力比較強 和它的制度 長治久安的制度 已經建立在這裏 三權分立 互相制衡 即使出現到 拜登這樣的總統 Donald Trump 這些極端的人 他那個國家仍然不會受到影響的 看他現在可以繼續去干涉別人的內徵 甚至乎 做世界警察 以及主導這個世界的秩序 這個角色 他仍然堅持的 你明白嗎 當然他有他的大道理 是吧 普世價值 人權 民主 但是 這個世界都一樣是這樣 和亂相沉 天下大緣 災禍 戰亂 一個接一個發生 我當然對哈馬斯這個恐怖組織 當然是沒有好感了 但是不代表我對意識這個政府 這種比較極端的做法 我們又會表示贊成的 是吧 我們當然 你不要說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 就等於好像左膠一樣 站在什麼人權 人道主義 濫用這些 所謂這些 用這個道德 來 正如這位作家所說的 道德指南針 是吧 怎樣為之道德 怎樣為之不道德 那不是你自己去定下一個標準 是吧 那最好的標準就是那些人民 大哥 那當然政府就是說 現在他屠殺我的人民 我當然要打回他 那打回他 不確定殺到他的平民 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這個說不通的 大哥 但是說不通 他是不是可以避免 避免不了 你看看地理的形勢 或者實際是卡薩 那個情況是什麼呢 卡薩人口有二百多萬 有一半是年輕人 是兒童 那你說 你說 現在要斷水斷電 要卡薩 你要斷水斷電 那都其次 那些飛彈 那些沒眼的 那些二百二十萬的人口 有一半是兒童 那你說 就是等於現在以色列走出來 爭取國際的支持 他都不斷強調 你那天 李百六殺入你 那你殺了很多我們的小孩 大哥 嬰孩孕婦你也殺 是不是 他走出來講這些 那 那反過來 你現在整個加薩地帶 是不是 那二百多萬人 其中有一半是兒童的 那你這種反擊的行動 或者你要消滅哈馬斯的行動 那你會不會央給這些人呢 你說不會 一定不會 大哥 他有一段說話 我覺得挺個人的 這位作家 在《紐約時報》 他寫過一篇文章 他不是去分析這個戰情 他是說這個所謂 在二疤戰爭裏面尋找道德指南針 其實說出一件事就是 你很難去判斷 或者站在哪一邊的人 你對他有什麼評價 你是很難作出的 OK 是不是 他有一段說話 就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 都可以思考一下 他說 關於消滅哈馬斯的言論 甚囂塵上 哈馬斯罪有應得 作為一名多次前往加薩的記者 這位作家 一些美國人和歐洲人 對哈馬斯 這樣一個厭惡女士 鎮壓人民的恐怖組織 表示動靜 令我感到震驚 如果你關心人權 你就會希望哈馬斯被消滅 但是摧毀恐怖組織 可能比看起來還要困難得多 而且可能會引發有關附帶損害的道德問題 令人非常不安 塔利班也應該被消滅 但最終從阿富汗被消滅的是美國 我擔心以色列 可能將我們入侵以拉克那樣 輕率地對卡薩發動地面入侵 他這個說法 究竟可以代表多少人的看法呢 但是我覺得很有啟發性 戰爭都是大件事 戰爭是殘酷的 發動戰爭的人 全部都要受到懲罰的應該是 老實說 無論哪一方 無論哪一方 你發動戰爭的人 發動戰爭的人 這個是人類的悲劇 野心家太多 你鎮壓一個這樣的決定 可能不影響很多人命 所以有權的人 是要自己非常謹慎 但是你現在看到這個世界 就不是了 普京那些 你無端端都找個理由 去打烏克蘭 那就要搞年多 你不要說烏克蘭死了多少人 你俄羅斯死了多少士兵 中國在這個尾巴戰爭的立場 是非常曖昧的 當然他希望自己是一個中立的 經常扮中立 就是把自己 我在尾巴 他講過 中國是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的共同朋友 那你就很著數 當然有些人也很清楚 就是 中國對能源的需求很大 石油 最大的生產國家是美國 第二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好了 還有 今次巴勒斯坦 是伊朗支持他的 中國和伊朗的關係又不錯 又跟他買石油 有這些利益在那裡 他可以表什麼態呢 你現在在以色列 你期待中國譴責哈馬斯 是不是 你美國希望 中國譴責哈馬斯 是不可能的 他不是說那些不開名的 又譴責暴力 是不是 就說這些 我們上次都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鳴那個說法 和中華民國副總統 賴清德的說法 拍在昨天一樣 有什麼分別 賴清德的說法 講台海的形勢 我們最重要是和平 喂 你是要 就伊朗的現在的衝突 你是表態的 大哥 是不是 是吧 這麼無靈的說法 就是 巴爾衝突 中國始終站在公平正義一邊 是吧 中國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 真誠希望 巴爾能夠和平共處 共享安全和發展 這些是廢話 大哥 是不是 那些是世仇來的 你叫他們兩個 就是 和平共處 共享安全 神經病 就是說這些 正式外交辭職 而且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就是反映你 要保持中立 但是實際是否中立 是吧 你看過石油 你就會中立 大哥 還有 你美國支持以色列 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 你現在天下為衷 是吧 在情緒上 所以感情上是情緒的 你還是會支持巴勒斯坦 大哥 這樣就很吊詭 現在右翼的支持巴勒斯坦 左膠支持巴勒斯坦 右翼支持甚麼呢? 支持以色列 是吧? 但是左翼支持巴勒斯坦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以色列來說 你說人道 是吧? 左膠說人道 那你支持巴勒斯坦 那哈馬斯 這種突襲以色列 進行大屠殺的行為 那你又支持? 是吧? 是吧? 那很多人就是一個情意結 我反省我就支持巴勒斯坦 是吧? 簡單的 是吧? 如果親中就支持巴勒斯坦 是吧? 所以下午有個突發事件 有個以色列外交官的家屬 在北京遇襲 是吧? 那當然這個跟以巴勒戰爭沒有關係 就不知道是吧? 那其他地方都可能有些衝突都未定 那些支持者 一點都不出奇的 就是你中國要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中立 這個其實都很正常的 是吧? 但是當然 有些人認為是跟我的利益有關 那他們又要比較謹慎一點 不輕易會表態的 是吧? 以色列外交部今天發布聲明說 以色列駐華士的工作人員 是吧? 遭到襲擊 相識的情況穩定 在醫院接受治療 那究竟是什麽原因 不知道 那剛剛二巴衝突的高峰期 發生這些問題 大家可能就有很多想象了 是吧? 那無論怎樣都好 是吧? 這場仗我始終認為這是人類的悲劇 當然過去打過很多次 是不是? 一向都有的 死傷的經常都有 是不是? 不是說要悲天問人 而是世界真是納納亂 是不是? 就是我們以為可以 置身試外其實是不行的 都是要關心 還有要思考一下 為什麽 因為世界會變成這樣 所以應該提倡無政府主義 搞政治那些全都沒有很多 不是人來的 OK? 哪有錯呢? 民主政治也是這樣 極權政治也是這樣 搞政治那些 全部都是為自己的利益 是吧? 就是 人民就當成犧牲品 是吧? 人民永遠都是手段 工具 要不然權力才是目的 是吧?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現在是 所以你看到香港現在的沉淪 就是有些人說 不是黑心 應該是上帝 好像索多瑪、鵝摩拉那樣 要是消滅中國 要是消滅香港 要是消滅這些恐怖組織 就可以了 天火焚成 是吧? 讓你寸草不生 現在都可能是的 是吧? 現在這些戰爭 你就看到了 是吧? 有很多其實很無謂的 是吧? 你不用做什麼深入分析的 說來講的就是權力兩個字 先休息一會兒